7宗輸入個案,再多2人感染Omicron變種病毒,至今累計有11宗 而早前懷疑感染Omicron的國泰貨機機師、衛生署還在做全基因組排序 暫時沒有結果,陳家文報導 其中一個感染Omicron變種病毒的41歲男貨機機組人員 星期三由肯尼亞帝港 在機場檢測之後確診,他沒有病徵,打過兩針阿斯利康 CT值大過30,據抗體呈陽性反應 而同他同機的27歲男同事,亦經機場檢測之後確診 同樣感染了Omicron 至於懷疑感染Omicron的國泰貨機機師 星期一抵抗之後獲得豁免檢疫,回家兩天之後才確診 由醫生質疑邊境防疫收得不夠緊 要求政府強制機組人員檢疫14日才進入社區 研究航空政策的學者認為做法不可行 貨機的機師以往,全貨機的機師不是太多 如果再收緊的話,他們能否維持現有的營運 都會是一個困難 所以如果政府有這個政策 可能都會令到機師的短缺問題會再嚴重點 他說如果要機組人員改為長駐外地 或者會引發辭職潮,當局要小心考慮 尤其電視記者陳家文報導 感動器